南北朝是华夏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在这段时期 华夏大帝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大融合 南北朝也被称作历史杀手 很多历史爱好者对此都望而却步 因为这段历史太过混乱 南朝和北朝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穿插 各色历史人物像走马灯一样交替登场 让人目不暇接 但乱中有序 只要抓住核心脉络就能理清这段历史 下面让我们走进这个既精彩又荒谬的世界 南北朝的开始要从刘豫篡位登基开始 公元420年在刘豫的逼迫下 进攻地司马德文善位于刘豫 存续103年的东晋王朝宣告灭亡 刘豫登基后改国号为宋 定都于建康 后世将这段政权称为刘宋 刘豫视为宋武帝 刘豫立长子刘毅福为太子 次子刘毅真为庐陵王 三子刘毅龙为宜都王 四子刘毅康为彭城王 追随刘毅多年的大将 谭道记被封为护军将军 除此之外 其他一同打天下的将领 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封赏 经过连年战乱 华夏大帝已经是满目疮痍 为了修生养息 刘毅下令减轻税负 刘毅自小生活非常贫苦 做了皇帝之后 依然保持节俭的作风 他规定朝廷所需要的物资 不许从民间随意征用 要按市场价购买 在东晋时期 官场几乎被士族垄断 寒门上升通道被彻底毒死 刘毅是寒门出身 他上台后重用寒门子弟 以此来制衡士族 为了防止主少国仪 外戚专权作乱 刘毅下令禁止太后临朝 如果皇帝年龄太小 由宰相治理内政 刘毅生在乱世 见识过进士朝堂覆灭的全过程 他制定的这一系列措施 是为了防止留宋政权 重走进士的老路 每个王朝建立之初 开国皇帝都会为维持 万事基业制定诸多政策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 王朝维持下去的关键是 培养接班人 如果接班人是个废物 再完美的制度 也战胜不了全臣的贪欲 这是人性使然 犹豫登基后 并未杀害进攻地 但时日一久 便觉得他是个心腹大患 他担心自己去世后 有人会重新打着恢复进士的旗号启士 他的儿子们掌控不了场面 为了永绝后患 尤玉决定杀掉进攻地 进攻地生在皇室 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为了防止别人在饭菜里下毒 他平时都是和皇后亲自下厨做饭 但即便这样 仍未躲过死神降临 公元421年9月 尤玉派人带着毒酒来到进攻地住处 准备让其自杀 进攻地信奉佛教 他说自杀的人不能转世投胎 不肯喝下毒酒 随后 刘玉派来的士兵 用棉被活活将其闷死 刘玉听闻进攻地的死讯后 在群臣面前假装痛哭 并率领百官为进攻地下葬祭祀 公元422年6月 征战一生的刘玉重病在床 他自敢时日无多 便急召徐县之 傅亮 谢惠等人前来 委托他们为顾命大臣 辅佐太子刘义福继位 6月26日 刘玉与世长辞 享年60岁 刘玉死后 刘玉福顺利继位 视为宋少帝 刘玉去世当年 南北朝的另外一个主角 盘踞北方的北魏国内 也发生了变故 北魏的开国皇帝是拓跋归 拓跋归死后 他的儿子拓跋四继位 得知刘玉去世 拓跋四准备起兵攻打宋国 两朝元老崔浩 劝拓跋四不要急于攻打宋国 他说古来一直有礼不伐桑的传统 此时出兵显得北魏不仁不义 拓跋四反驳说 当初刘玉攻打后勋 就是趁姚红去世之际 他只是效仿刘玉 崔浩解释说 当时的后勋已经是强弩之末 即便没有刘玉 他们也撑不了多久 但此时的刘宋刚建国不久 君臣上下一心 此时前去讨伐必败 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 拓跋四不听劝阻 执意要南下攻颂 当年八月 拓跋四率领大军南下 此番南下 魏军虽然攻克了一些城池 但在宋军顽强的防守下 魏军也损失惨重 拓跋四对于此番南下十分后悔 随后下令班师回朝 公元423年12月24 十年32岁的拓跋四 因基劳成疾怒火攻心而亡 随后 年仅16岁的太子拓跋涛继位 视为魏太武帝 听闻拓跋四去世 一旁的柔然部落蠢蠢欲动 准备趁北魏主少国仪对其发动攻击 公元425年 柔然可汗 玉酒驴大潭集结六万大军南下侵犯云中郡 一路上烧杀抢掠 柔然部落最终打到了北魏旧都圣乐 拓跋涛虽然年幼 但他不是一个软柿子 为了打退敌人 顺便在群臣面前立威 拓跋涛亲自率军前往营敌 面对柔然铁骑 拓跋四毫不畏惧 魏军将士见拓跋涛如此魄力非凡 瞬间士气大增 将来犯得柔然大军打得溃败 玉酒驴大潭见形势不妙 当即下令撤军 此役过后 拓跋涛在国内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大外柔然部落不久后 湖下皇帝赫连勃勃病逝 拓跋涛决定趁势进攻湖下 对于此次出兵 崔浩表示坚决支持 公元426年10月 拓跋涛亲自率军渡过黄河 进入湖下国内 为了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拓跋涛下令让战马口咸木棍 不让对方探查到战马斯明 然后连夜行军直奔湖下都城捅万城 当时新继位的湖下国主贺连昌 正在宫内设宴招待群臣 魏军趁势攻入外城 掳走了大量百姓和牲口 由于捅万城内城十分坚固 此番魏军长途奔袭 拓跋涛见好就收 下令班师回朝 除此之外 拓跋涛派出的其他几路军 拿下了洪农、蒲板、长安等地 可谓收获颇丰 此次失利让贺连昌很难受 他决定报复 公元427年3月 贺连昌亲率两万骑兵攻打长安 双方经过一番较量后 形成对峙之势 当年5月 拓跋涛趁贺连昌际于长安苦战之际 他率领三万骑兵前去攻打统万城 拓跋涛的这个举动非常冒险 但他天生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 与下军短兵相接时 拓跋涛亲自冲在前线上阵杀敌 一度因为战马被刺差点被升擒 但他并未退缩 而是换了一匹马重新上阵 卫军见皇帝这么拼命 士气备受鼓舞 下军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皇帝 越战越觉得恐惧 最终 卫军攻破了统万城 当拓跋涛进入统万城时 被城中的富丽堂皇深深震撼 他不禁感叹 罪尔之国居然如此劳民伤财 焉有不亡之力 破掉统万城后 下军将士纷纷溃逃或者投降 贺连昌最终被升擒 拓跋涛见贺连昌气宇不凡 便动了侧隐之心 不但没有杀他 还封他为会计功 并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大臣们提示 拓跋涛此举是养虎为患 但拓跋涛自认为是天命所在 依然我行我素 后来贺连昌发起叛乱 最终兵败被杀 拓跋涛灭下后 紧接着又灭掉了旁边的北燕 公元436年 随着北燕皇室冯氏宗族被诛杀 立国29年的北燕宣告灭亡 公元439年 拓跋涛又灭掉了北梁 随着北梁被灭 五湖十六国时代也彻底宣告结束 至此 天下进入北魏 和刘宋南北对峙格局 从拓跋规建立北魏起 后面继任的两位皇帝 都兼具雄才大略 没有躺在父辈的功劳部上坐吃山空 在他们祖孙三代的治理下 北魏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 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反观南方的刘宋 自从刘裕死后 朝堂之上就暗流涌动 各支势力相互博弈 最终引发了政变 公元424年 已经继位两年的宋少帝刘亦福 还躺在父亲的功劳部上 娇奢淫逸 整日只知道循环作论 完全不理朝政大事 徐宪之、谢慧、傅亮等顾命大臣 对此苦恼不已 他们力劝刘亦福 把心思放在国事上 但刘亦福将其当作耳旁风 依然沉迷于玩乐 徐宪之等人觉得 刘亦福无法胜任皇帝一职 便密谋废掉他 刘亦有七个儿子 他生前最喜欢次子刘亦珍 并打算立他为太子 刘亦珍才华横溢 喜欢结交名士 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但谢慧等人表示 费长立诱是大忌 刘亦见大臣们反对声激烈 便立长子刘亦福为太子 后来刘亦珍得知此事 对谢慧等人产生了看法 按照组制 废掉刘亦福后 刘亦珍最有资格成为皇帝 但谢慧等人害怕 刘亦珍上位后打击报复 不但没有推举刘亦珍 还趁废掉刘亦福之前 让刘亦福把刘亦珍变为庶人 后来经过商议 徐献之、谢慧等人 一致推举刘亦的三儿子 宜都王刘亦龙为帝 敲定计划后 徐献之等人以皇帝的名义 照衍州刺史谭道记 和江州刺史王洪进京 将费力之事告诉了他们 他们二人割据一方 对费力一事并不感兴趣 但迫于压力 只能一起行事 公元424年5月 谭道记率人直奔宫中 准备捉拿刘亦福 此时的刘亦福正在宫中 和太监们玩模拟市井集市的游戏 对于大臣密谋 废掉他一事全然不知 谭道记顺利将刘亦福拿下 随后 大臣们假传太后旨意 将其送到吴郡软禁 徐献之害怕刘亦福东山再起 派人尾随其后将其杀害 不久之后 又派人将刘亦珍杀害 刘亦林中前安排四位顾命大臣 是为了给他的儿子们保驾护航 结果顾命大臣先要了他两个儿子的命 在封建地质体系中 君王制定的制度 只有在他活着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一旦去世 这些制度就会成为废纸 解决完后顾之忧 尚书令傅亮亲自前往刘亦龙的封地 迎接他进京登基 远在江陵的刘亦龙 一直密切注视着京城的动向 对于继位登基一事 他的部下都劝他不要前往 刘亦龙想做皇帝 但又害怕成为刀下亡魂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关键时刻 他的部下王华赞劝他进京称帝 王华赞表示 当初先帝刘亦有功于天下 百姓们仍然认可刘宋王朝 徐献之和傅亮出身于寒门不一 没有宗族势力支持他们篡位 之所以诛杀刘亦福 刘亦珍 只是害怕被清算 如今 拥立刘亦龙为帝 是因为刘亦龙人后之名远波 上位后不会为难他们 当务之急 应该立马驱车入京继位 以免日久生变 王华赞的分析鞭辟入礼 刘亦龙十分认同 便立排众义前往健康继位 公元424年7月 刘亦龙正式继位 视为宋文帝 刘亦龙此时年方18岁 但生在帝王家的他 非常通晓朝堂之道 他上台后 先后任命徐献之为司徒 谢慧为荆州刺史 加封富量开府仪同三司 谢慧在上任荆州刺史之前 他的心腹幕僚 蔡阔告诉谢慧 他杀了刘亦龙的两个哥哥 此举有镇主之威 如今又到军事重镇荆州驻守 恐怕会引来杀身之祸 谢慧听罢冒出一身冷汗 赶紧乘船离开了健康 此后的一段时间 刘亦龙并未对这几位古名大臣动手 但徐献之和傅亮 已经察觉出苗头不对 他们主动上书归正 以此来试探刘亦龙是否想对他们动手 经过几番推辞 刘亦龙答应了他们二人归正的请求 此举让徐献之感到不妙 每天如履薄冰 公元426年 已经站稳脚跟 刘亦龙突然对徐献之等人发难 他下诏 隶属 徐献之 谢慧 傅亮等人的罪行 并派人前去捉拿 徐献之听闻消息后 在官兵赶来之前自意身亡 傅亮则在逃跑的途中被抓 此时只剩下谢慧占据军事重镇荆州 为了对付谢慧 刘亦龙任命谭道记和王红前去讨伐 谭道记和王红虽然参与了废帝一事 但当时碍于刑事所迫 不得已而为之 对此刘亦龙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 刘亦龙也不想在这个时候逼反他们 王红和谭道记得到诏令后 心中一阵大喜 此道诏令意味着皇帝不会再清算他们 便欣然前去讨伐 最终 他们二人合力打败谢慧 并将其生擒 后来 谢慧以及他的兄弟 都被绑送至建康斩首 清算完徐献之等一众朝堂大臣后 刘亦龙开始布局自己的雄徒伟业 眼见北魏的拓跋韬不断建功立业 他萌生了北伐之意 他想效仿父亲刘亦北伐建功 公元430年 刘亦龙为了收复师弟 派大将道艳之为主帅北伐 由于在春季 北魏的骑兵无法发挥优势 刘宋暂时夺回了师弟 刘亦龙对于所收复师弟很是得意 他认为 自己所采取的遥控指挥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次胜利让刘亦龙产生了一种错觉 他认为北魏士兵不堪一击 最打算将北伐事业继续维持下去 当年冬天 黄河截动 北魏骑兵直接越过黄河 对刘宋发动了反攻 刘宋的军队疏于防范 加之刘亦龙在远在千里之外的 建康遥控指挥 前线将领只能等建康派人下令后 才能行动 在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年代 这种指挥方式大大延误了战绩 致使宋军大败 收复的师弟又重新陷落 刘亦龙的第一次北伐 以失败告终 此次失利让刘亦龙心有不甘 但短期内无力北伐 他只好修生养息 让大家过几天太平日子 此时的刘亦龙已经继位七年 刘亦时期的重臣大都相继过去 参与过废帝仪式的大臣王红仍然健在 不过他因为参与过废帝之谋 多年来一直过得战战兢兢 生怕自己被清算 后来在他人的劝说下 他主动称并请辞 并推荐刘亦龙的弟弟彭承王 刘亦康接任他的职务 刘亦龙见王红重病缠身 之前也为刘宋丹京节律过 便放他一马 让他得以善终 彭承王刘亦康是刘亦的四儿子 从小就表现出不俗的天资 而且自小与刘亦龙关系非常好 对于王红的这次举荐 刘亦龙也显然同意 刘亦康入朝接过王红的职务后 势必公亲将政务梳理得井井有条 他也凭借自身能力 在朝堂上逐渐获得威望 但在政治这口大染纲里 仅凭聪明才智是不够的 有时候读懂帝王之心 又比具备才能更加重要 很显然 刘亦康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刘亦康自认为与刘亦龙关系好 不必忌讳君臣之力 经常在群臣面前 与皇帝称兄道弟 随着刘亦康在朝堂上的威望 越来越高 地方官员在进贡贡品时 也会给刘亦康准备一份 甚至给他的贡品 要比刘亦龙还要高大 有一次 刘亦龙得知地方官员 给刘亦康进贡的柑局 要比皇宫里的品项还要好 当即火冒三丈 他虽然没有因为此事惩罚刘亦康 但慢慢开始防范他 不过 刘亦康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 他此刻最担心的人是谭道计 刘亦龙自小体弱多病 如今不到30岁 就时常卧病在床 公元435年 刘亦龙重病不起 刘亦康觉得他命不久矣 便召来上书蒲叶 刘亦密谋皇帝的身后事 刘亦是刘亦康的心腹 在刘亦康全清朝野时 刘亦也跟着作威作福 两人几乎垄断了朝堂大事 此番他们商量的皇帝身后事 并非接班人问题 而是如何对付大将谭道计 以刘亦康的势力 即便刘亦龙驾崩 新皇帝也会是他的傀儡 而手握重兵的谭道计 则是他非常忌惮的人 此前北魏和刘宋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谭道计带领军队成功从历程全身而退 帮刘宋保住了主力军 谭道计因为表现出色 被刘亦龙派往巡洋镇守 作为整个国家威望最高的将领 他手下率领的正是赫赫有名的北斧兵 他在军中任职的五个儿子 各个才华卓绝绝 能独当一面 而且他手下还有薛同高进之两员大将 在常人看来 拥有这样的大将镇守一方是刘宋的福气 但皇帝却并不这么想 为了除掉谭道计 刘亦康和刘湛多次在皇帝面前尽献谈言 此时的刘亦龙病情略有好转 但仍不能正常坐立 刘亦龙经历过皇帝费力之事 对权臣非常忌惮 他害怕自己去世后 自己的儿子不能顺利继位 尽管他非常信任谭道计 但在皇位继承面前 他不得不防范 于是趁自己还能说话 便下诏让谭道计入宫面圣 谭道计一身忠勇 但缺乏政治智慧 不会揣摩帝王心思 接到诏令后 谭道计便起身准备前往 但他的妻子劝阻他不要去 他说此番前去必定凶多吉少 因为他的功勋已经超过了皇帝 对此谭道计并不认同 他认为自己一片赤诚 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皇帝不会加害于他 谭道计到了京城便直奔皇宫 刘一龙和他聊了一些家常 并未有处罚他的意思 在谭道计留在京城期间 刘一龙的病情逐渐好转 这使得他逐渐打消了 对谭道计的杀心 恰好此时 北魏军队不停地犯禁 出于担心国家安危 刘一龙让他回去镇守边境 刘一龙的话 让谭道计松了一口气 他觉得此前的猜忌都是多余的 正当他准备离开健康 返回巡洋时 刘一龙的病情突然加重 刘一龙趁刘一龙神志不清 前来请止捉拿谭道计 刘一龙同意了请求 随后 刘一龙以谋反之名 将谭道计随行人员全部逮捕 谭道计被捕后十分愤怒 他告诉刘一龙自己无意谋反 逮捕他等于自毁长城 刘一龙知道他是冤枉的 他不但没有放过他 反而将谭道计的一家老小 连同军中将领全部诛杀 谭道计的死让刘一龙大喜 比刘一龙更高兴的则是北魏 当谭道计的死讯传到魏国时 他们一边感叹谭道计的遭遇 一边磨刀霍霍准备南下征讨 因为谭道计一死 其他人根本不足为惧 谭道计死后 刘一龙的心腹刘战 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强 同为上书仆叶的阴景人 本来与刘战关系不错 阴景人是经刘战举荐后 才入朝为官 刘战本想把阴景人 培养为自己的小弟 但刘一龙非常赏识阴景人 任命他和刘战平起平坐 这让刘战心生妒忌 两人的关系逐渐破裂 刘战凭借与刘一康的关系 多次陷害阴景人 好在刘一龙有意袒护 才使得阴景人躲过杀身之祸 尽管没有杀掉阴景人 但刘战已经嚣张到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在刘一龙病重期间 他宣召刘一康进攻商讨 委任顾命大臣的人选 为太子刘少保驾护航 刘一龙掏心窝的嘱咐刘一康 一定要好好辅佐太子刘少顺利继位 刘一康出攻后 在刘战和阴景人面前 将刘一龙的嘱托说了出来 号召大家一定要尽心辅佐太子 此时的刘一康 并未表现出篡位之心 但刘战并不这么想 他当着众人的面表示 太子刘少过于年幼 根本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大事 此话一出 在座的大臣们都非常惊恶 刘一康也对刘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话一旦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 后来这些话传到了刘一龙耳朵里 为了稳定时局 刘一龙选择了隐忍 刘一龙的隐忍 让刘战更加放肆 他密谋召集同党 准备在刘一龙去世后 拥立刘一康为帝 为了让刘一康能名正言顺地继任皇位 他多次对外放风说 当年晋成帝让位于晋康帝的世纪 就在刘一龙等人的野心昭然若结实 刘一龙的病奇迹般地康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又开始亲自主持朝政 此时的刘一龙已经得知 刘一康和刘一战等人 在他病重期间的所作所为 不过 他并未当即派人前去捉拿 而是静待时机 公元439年10月 刘一康的母亲去世 按照理智他需要回家扶桑 并定优三年 这也意味着他要远离朝堂 刘一龙得知此事后认为时机已到 刘一战走后 他下令让刘一康进宫值班 刘一康一进宫就被软禁在中书省 随后又下令将准备离京的刘一战等人 悉数抓获 随后在狱中将其处死 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刘一战的三个儿子 为了彻底肃清刘一战党羽 刘一龙让阴景人审理此案 此时的刘一康自知大事已去 便主动请辞 刘一龙念及首都之情没有杀他 而是让他出任江州刺史 为了进一步监控他 刘一龙任命征鲁司马肖斌为豫章太守 全权负责江州大小事务 同时 委派龙襄大将军肖成之 以保护刘一康安全为由 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按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 刘一康被刺死是早晚的事 但会计公主的出现救了他一命 刘一康被赶出京城后 刘一龙准备杀掉与刘一康关系匪浅的 萧綦将军徐湛之 徐湛之预料到自己身处险境 便向自己的母亲会计公主刘星帝求救 刘星帝是刘玉的嫡长女 也就是刘一龙的大姐 刘星帝成年后 被许配给大将徐奎之 当初在平定司马修的过程中 徐奎之不幸身亡 徐奎之死后 刘星帝非常爱惜自己的儿子 当他得知弟弟刘一龙 恐对自己的儿子不利后 当即入宫求见刘一龙 见到刘一龙后 刘星帝当场失声痛哭 并拿出一件带有补丁的破衣服给他看 这件带有补丁的衣服是刘玉未发迹时 敬皇后亲自给他缝制的 刘玉登基后 把这件衣服留给了刘星帝 并告诉他 后世子孙如果娇奢淫逸 不行节俭 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他们看 刘星帝用责备的语气质问刘一龙 说刘家刚过上几天好日子 就要兄弟相残 还要诛杀他的儿子 面对大姐的责备 刘一龙有些惭愧 他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便放过了徐湛之 最后还任命他为太子詹氏 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 后来刘一龙又派人给刘一康送去一坛酒 并派人传话不会杀他 让他安心生活 此后刘一康相安无事地过了很多年 公元445年 也就是会计公主去世后的第二年 时任后军长使的范叶密谋造反 打算拥立刘一康为帝 结果兵败被杀 刘一康受到牵连 被贬为庶人 流放到安成郡 不可否认 刘一康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但他恃宠而骄 独断专行 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党羽 最终落此下场 也实属不冤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发起叛乱的范叶 是后汉书的作者 他颇有才华 后汉书120卷 全出自他手 他几乎和司马迁 翻顾齐名 只是他本人的行为 有些轻挑 广智妓怯 经常被文人雅士们鄙视 尽管身为后军长使 范叶仍觉得自己不受重用 经常心怀怨念 最终导致惨死的结局 范叶和刘一康的例子也说明 仅凭才华和智商不足以在政治场上屹立不倒 忠诚和揣摩圣意才是官场上的硬通货 之前 宋文帝刘一龙登基不久后 曾北伐征讨过北魏 最终以失败告终 此后的二十年里 北魏和刘宋之间相互发生过攻伐 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事 在这期间 北魏完成了对北方的大一统 北魏的强盛也折服了西域诸国 几十个国家纷纷前来称臣进贡 一时间北魏的国力达到了巅峰 眼见北魏如此强大 正确的做法是碧其锋芒 而宋文帝却动了北伐的心思 公元四百五十年 过够了太平日子 宋文帝突然提出来北伐收复中原的想法 以刘宋当时的实力来看 尚不足以支撑北伐 对此 萧思化 刘康祖 沈庆之等武将 极力劝阻出兵北伐 他们是身经百战的将军 明白北伐的难度 贸然北伐 不但不能取得胜利 还会劳民伤财 迅速掏空国库 让国家陷入混乱 但政治不是简单地评价客观层面的对与错 在人质社会里 迎合帝王的意志是首要政治任务 对此 徐湛之和礼部尚书江湛 彭承太守 王璇摩等人 极力支持北伐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纯粹是为了溜须拍马 为自己的仕途铺路 王璇摩是赵阔氏的人物 非常善于纸上谈兵 经常给宋文帝画大饼 将宋文帝忽悠的异常兴奋 他每次吃完王璇摩的大饼 就感觉自己化身为祸去病 能实现风狼居须之志 肖思化告诉宋文帝 北魏以骑兵为主 宋国的步兵在骑兵面前没有优势 之前 谭道记都未能在北魏身上讨得便宜 其他人更难做到 宋文帝听完一脸不悦 他说 谭道记是仰寇自重 抬高自己的地位 只要战术运用得当 用步兵也能战胜北魏的骑兵 随后 宋文帝又说了一大通 具体的作战方案 肖思化等将领舰宋文帝满嘴信口开河 把行军打仗想得过于理想化 便从专业军事角度 力劝宋文帝三思而后行 宋文帝辩不过他们 就让江战 徐战之等人与之辩论 大将沈庆之见状苦笑 直言宋文帝不向专业人士讨教 偏偏相信门外汉 此时 宋文帝已经打定主意 听不尽任何建议 并准备调兵遣将收复中原 可没等宋文帝完成战前部署 拓跋涛就率领大军南下 公元450年2月 拓跋涛亲率十万大军南下恭送 宋文帝听后冒出一身冷汗 他对前线将士下令 如果魏军只是小规模进犯 就坚守城池 如果魏军大规模攻城 就带着百姓撤到寿阳 没过多久 北魏大军就到达了边境 可没等他们开始攻城 南洋太守和颖川太守 就弃城逃跑 不过刘宋的地方官 并不是都这么没有节操 镇守寿阳的豫州刺史 刘硕就让拓跋涛吃尽了骨头 刘硕是宋文帝的四儿子 面对北魏大军 刘硕并未被下退 他派参军陈县驻守玄护 并下令死守城池 此时玄护城中守军不足前人 拓跋涛本以为能轻松拿下 结果却在此碰了钉子 尽管魏军昼夜不停的攻城 各种先进的攻城车和投射武器 都派上战场 但最终没有拿下玄护 此意让魏军损失十分惨重 城下堆积的魏军尸体高达数丈 战斗到最后 魏军死伤过万 而城中守军也死伤过半 拓跋涛见士兵伤亡过于惨烈 便下令停止进攻 派人去掠夺周边的城池 宋魏双方在其他地方爆发了多场战斗 彼此之间各有死伤 此时距离围困玄护 已经过去四十多天 宋军逐渐前来救援 拓跋涛见玄护九宫不下 便下令北撤至平城 此意过后 陈县因为立下大功 被提拔为龙襄将军 兼任汝南 新菜二郡太守 而宋文帝的三儿子刘骏 因为在救援的时候指挥不当 被贬为镇军将军 拓跋涛北撤后 派人给宋文帝送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示 如果刘氏家族想保存祖宗宗庙 就主动把长江以北的地方 全部割让给魏国 如果不从 他就要亲率大军前去征讨 届时就毁掉刘氏家族的宗庙 除此之外 拓跋涛在信中还说了很多挑衅的话 宋文帝看后气愤不已 悬护一战 让宋文帝觉得魏军并不是不可战胜 看完这封信后 更加坚定了他的北伐之心 公元450年7月 宋文帝开始进行战前动员 上到王公贵族 下到平民百姓都要捐献金银物资 支持国家打仗 为了补充兵员 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壮丁 此次战前动员的力度非常大 但距离军队所需要的经费 依然相差很远 为了补足军费 宋文帝决定拿商骨大户开刀 他规定家产超过50万钱的富户 以及积蓄超过20万钱的僧尼 必须拿出四分之一的财产借给军队 等战事结束后再返还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 军队才凑齐费用 战前动员结束后 宋文帝兵分五路前去北伐北 为了此次北伐 宋文帝可谓是下了血本 他的三个儿子刘骏 刘朔和刘旦都亲自参与战事 他的弟弟刘一公也在前线指挥 面对浩浩荡荡的刘宋大军 拓跋涛表示 此时正是炎热的夏季 不利于北方的骑兵作战 为了避宋军的锋芒 他下令将军队撤到阴山暂壁 只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 等到十月份天气转凉后 再进行反攻 萧斌率领的东路主力军渡过黄河后 顺利拿下了军事重镇敲敖 此一大胜后 宋军士气大震 随后 萧斌让作战经验丰富的 沈庆之镇守敲敖 让喜欢纸上谈兵的王璇摩 向西攻打华台 这个作战安排是萧斌的一个失误 为此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王璇摩刚打了胜仗 内心十分骄傲 到达华台时 黄河和落水沿岸的中原百姓 都争相前来送粮食 希望他们能打败卫军收复中原 面对百姓的好意 王璇摩做了一个 让人惊掉下巴的举动 他在收取百姓钱粮的基础上 又派人到百姓家中搜刮 此举引起了当地百姓严重不满 导致民心尽失 不过王璇摩对民心归附完全不在乎 他认为自己的大军战无不胜 只要打败卫军 民心自然归附 军队集结完毕后 王璇摩下令围攻华台 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大军 华台城内的卫军选择了死守 喜欢纸上谈兵的王璇摩 面对僵持的局面不知如何应对 只会下令强攻 可两个多月过去 华台依然没被攻克 此时已经到了九月底 天气开始转凉 拓跋涛认为 反攻时机已到 便派兵南下支援华台 王璇摩得知消息后 加快了攻城的节奏 而城内的卫军得知援军将至 抵抗决心更加强烈 力保城池不被攻破 当年十月 拓跋涛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 远远望去 惊奇避日 锣鼓震天 这番架势 直接将王璇摩下得冷汗直流 此时的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便是逃跑 随后 王璇摩下令撤军 但由于前期搜刮的物资太多 拖慢了撤军速度 北魏的骑兵随后赶到 将宋军杀得大败 宋军被斩杀上万人 此前搜刮的钱粮资重 也尽归卫军之手 王璇摩在众人的保护下 侥幸逃脱 萧斌得知大败的消息后 认为是王璇摩指挥无方导致的 打算将他就地正法 关键时刻 沈庆之为其求情 王璇摩抵挡不住 明镇天下的拓跋韬 也情有可原 而且临阵杀将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还会削弱自身实力 萧斌听从了沈庆之的建议 饶了王璇摩一命 但此意让宋军整体实力受到重创 王璇摩兵败后 沈庆之建议萧斌率军返回历城 以防卫军东进青州 与东陆军惨败不同的是 西陆军则打得非常顺利 当年十月 柳元景和庞伐起率领大军攻破了洪农郡 活捉了洪农太守 十一月 他们又接连拿下了陕城和铜关 宋军的接连大盛 让关中地区的豪杰闻风而动 他们纷纷率领部落前来归附 并带来了物资潜粮 就在柳元景准备长驱直入时 宋文帝觉得继续前进风险太大 便下令全军班师回朝 西陆军由于深入北魏腹地太远 没有足够的兵力把守 撤退时只能放弃沿途攻下的城池 最后撤至襄阳 随着宋文帝下令撤退 刘宋第二次北伐也宣告失败 就当刘宋大军忙于撤军时 拓跋涛开始了全面反攻 他派永昌王拓跋人进攻兽阳 一路上攻破了玄户和巷城 直逼兽阳城下 宋文帝知道兽阳的重要性 急调刘康祖前去救援 此时刘康祖手中仅有八千兵马 面对拓跋人的八万大军 刘康祖下令劫车阵前行 防止北魏起兵发起冲击 刘康祖用这种方式斩杀了一万多名魏军 最终因敌众我寡全军覆没 刘康祖也战死沙场 打败刘康祖的援军后 拓跋人直逼寿阳城下 镇守寿阳的刘朔自知不敌 下令关闭城门严防死守 在东路战场 拓跋涛亲率大军直奔鹏城 驻守在此的刘义公和刘骏 本想弃城而逃 最终在佩骏太守张畅死剑下 才选择聚城而守 公元450年11月底 北魏大军到达了鹏城 拓跋涛为了试探城中将士的守城决心 派尚书李孝伯前去喊话 而刘骏则派张畅前去应对 面对李孝伯的种种威胁讽刺 张畅都能一一作答 李孝伯表示 他们大军要南下饮长江水解渴 张畅则针锋相对道 如果胡马能南下饮长久之水 宋军定让拓跋涛有去无回 此番对答让李孝伯对张畅心生敬意 两人分别之时 李孝伯表示 如果不是因为各位其主 两人可以成为好朋友 鹏城城防兼顾 加之有张畅这种不畏死的人守城 拓跋涛便绕过鹏城前往刮部 当年12月 北魏大军到达刮部 刮部距离建康仅一步之遥 到达刮部后 拓跋涛扬言要渡过长江攻打建康 此言一出 建康城内一片慌张 百姓们随时准备逃走 宋文帝为了制止慌乱 下令紧闭城门全城戒严 并下令将城内王宫以下的南丁 全部征掉前去 驻守长江防线 为了鼓舞士气 宋文帝登上石头城亲自巡视 看到浩浩荡荡的卫军 宋文帝心生感慨 他感叹道 要是谭道记在世 胡马河至于能难阴长江水 但世上没有后悔药 如今这般苦果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只能自己一人承担 就在宋文帝不知所措时 拓跋涛却突然提出和亲的请求 拓跋涛表示 如果宋文帝能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的孙子 他就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宋文帝的儿子刘骏 对于拓跋涛提出的和亲请求 大多数人表示不同意 江湛 徐湛之等人 直接表达了反对意见 太子刘少则表示同意 他说刘朔 刘骏和刘义公等人 形势危急 如果不答应对方的请求 他们三位恐怕凶多吉少 除此之外 刘少还趁机抨击徐湛之等人 说他们当初极力煽动北伐 才导致如今的局面 他请求宋文帝诛杀徐湛之和江湛 平息百姓的怨言 宋文帝知道 北伐的决定权不在于江湛等人 便没有答应刘少的请求 他见群臣对和亲一事 大都持反对态度 便拒绝了拓跋涛的提议 对胡人来讲 与汉人和亲是一项很高的荣耀 从汉流帮开始 就一直用和亲的方式稳定匈奴 对帝王来讲 用一个女子的幸福换回国家安定 是一笔超值的买卖 但士族们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 与他们和亲是一种耻辱 此时 拓跋涛提出 和亲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因为卫军长途奔袭 粮草吃紧 而且到了长江沿岸后才发现 长江水流湍急 卫军没有足够的船只渡河 强行渡河只能失败 所以 尽管和亲被拒 让拓跋涛很生气 但也无可奈何 公元451年1月 拓跋涛下令烧掉岩浆的房屋 如走居民 然后撤军北环 北魏撤军后 宋文帝松了一口气 此时的他突然想起了 被贬为庶民的刘义康 他担心刘义康会趁乱造反 便派中书社人阎龙 带着毒酒前去赐死 被贬为庶人的刘义康 面对宋文帝送来的毒酒 刘义康坚决不肯喝 无奈之下 阎龙用被子活活将其闷死 当拓跋涛北规经过虚仪时 他派人向虚仪首将 张智索取一壶美酒 他觉得张智涉于卫军的实力 一定会乖乖献出美酒 拓跋涛此举 是为了向宋军示威 但张智没有给拓跋涛美酒 而是回了一壶酿 拓跋涛勃然大怒 当即下令在虚仪城外修筑围墙 断绝城中的水路通道 随后 拓跋涛又派人给张智送去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示 他此次攻城会用军中的 叮铃人 堤人 枪人 和匈奴人 即便他们被宋军所杀 对拓跋涛来讲 也不算是什么损失 张智随即回信一封 他在信中大骂拓跋涛是四脚畜生 并说 今年就是他的死期 绝对不会让他活着回到桑干河 享受荣华富贵 如果幸运的话 他在乱军中被杀 不用受到折磨 如果被宋军生擒 就会用铁链拴住他的脖子 用毛驴把他拉到健康受审 张智告诉拓跋涛千万不要逃走 如果他们粮食不够吃 宋军可以开仓赠粮 双方一定要决意死战 张智还表示 一定会用拓跋涛送来的刀剑斩杀他 后来 张智又给魏军士族写了一封信 告诉大家 如果成功斩杀拓跋涛 可以封万户侯 拓跋涛看完回信后 气得双手直哆嗦 幸亏他没有心血管疾病 否则很有可能突发脑溢血而死 拓跋涛命人制作了一张铁床 上面都是尖刺 他发誓拿下虚仪后 让张智坐在铁床上受死 此举是张智的激将法 就是要打乱拓跋涛的计划 本来魏军将士得到撤退的命令后 归心四箭 一心想要回家团聚 如果半路改变计划进行攻城 士气和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 张智成功激怒了拓跋涛 集结完毕后 拓跋涛下令进行攻城 对此 张智早有准备 宋军在张智的指挥下 成功守住了第一波进攻 第二天 魏军卷土重来 采用大型机械进行攻城 仍然未能突破宋军的防线 连番攻城失利 让拓跋涛愤怒不已 他下达命令 必须拿下城池 魏军采用人海战术 把死去士族的尸体 当台阶往上爬 后来尸体堆的和城墙一样高 张智亲自在城墙上督战 杀红眼的宋军 以一当时 又破掉了对方的人海战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攻城 魏军始终没有拿下虚仪城 随着气温逐渐回升 城堆的尸体开始腐烂 北魏军中开始爆发瘟疫 加之宋文帝派人前来支援 形势对魏军非常不利 尽管拓跋涛内心恨得牙痒痒 但也不得不下令撤军 防止宋军大局反扑 公元451年2月 拓跋涛下令烧掉攻城器械 带领残军班师回朝 此次脏制依靠出众的谋略 仅凭数千人 就让拓跋涛的十万大军损失惨重 最终无功而返 在战争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拓跋涛撤退后 脏制派人整理船只 假装北渡淮河来迷惑魏军 以此来促使魏军更快地离开 当拓跋涛行至彭城时 驻守在此的刘一公 得知拓跋涛吃了败仗 此时正是士气低落之时 将士们请求出城偷袭 但刘一公害怕不敢出战 第二天 宋文帝派来的使者到达彭城 要求刘一公前去追击 但为时已晚 宋军追赶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魏军已经远去 他们不敢追得太远 以免被反扑 于是无功而返 不过 宋军的追击 让拓跋涛冒出一身冷汗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 他下令将俘虏的一万多名百姓 就地坑上 然后加速班师回朝 在拓跋涛在外征战的这段日子里 太子拓跋涛负责主持朝政 拓跋涛五岁时就被立为太子 从小天资聪颖 饱读诗书 深得拓跋涛的喜爱和信任 基于对拓跋涛的信任 拓跋涛才可以放心地南征北战 拓跋涛虽然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 但他不是玩人 他最大的缺点便是与民争利 他身为太子 私下里经营农田和庄园 并让手下到集市上摆摊 以此来攫取利润 这种与民争利的行径 让他在民间的口碑一直不佳 曾经有大臣劝拓跋谎不要计较这些迎头小利 因为他继承皇位后 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 但拓跋谎始终改不了这个毛病 这种喜好是骨子里天生的 就像有些有钱人喜欢偷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 拓跋谎的这些行为 被拓跋涛的宠臣宗爱看在眼里 宗爱是一个宦官 他依仗皇帝的宠爱 在京城做了很多违法的勾当 拓跋谎和宗爱向来不和 并一直寻找机会除掉他 宗爱为了自保 决定先下手为强 拓跋涛南下归来后 宗爱第一时间向其汇报 这段时间国家发生的事情 并添油加醋地将拓跋谎的所作所为掺杂其中 暗示太子在皇帝离京期间有谋反的迹象 拓跋涛听后大怒 为了警示太子 处死了几个拓跋谎的心腹大臣 拓跋谎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清算的目标 整日活在恐惧中 不久后便郁郁而终 太子的死让拓跋涛十分痛心 后来他了解到 太子并没与谋反之心 便对宗爱产生了看法 宗爱害怕拓跋涛会因此诛杀自己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他趁拓跋涛酒醉之际 将其杀死 公元452年3月 一代雄主拓跋涛就此允命 由于拓跋涛死前曾大量饮酒 宗爱将其伪装成醉酒后暴毙身亡 杀掉拓跋涛后 宗爱向几位朝中大臣告知了皇帝的死讯 尚书左仆叶蓝炎 世忠何雅 薛提等人闻讯赶来 他们决定密不发丧 当务之急是确定皇帝人选 拓跋涛生前曾打算立拓跋谎的儿子 拓跋涛为皇太孙 只不过没有正式下诏 薛提知道拓跋涛的心意 表示支持拥立拓跋涛 而何雅认为 拓跋涛过于年幼 为了国家稳定 应该拥立一个年长的皇子 秦王拓跋涵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虽将拓跋涵召入宫中准备夺位 拓跋谎间接因为宗爱而死 所以宗爱不可能拥立拓跋郡 但宗爱同样和拓跋涵有矛盾 也不能拥立他 宗爱一向和南安王拓跋渔交好 为了把拓跋渔推上皇位 他打算除掉薛提等人 宗爱利用植物之变 假借赫连皇后的名义 宣薛提等三人进宫一室 薛提认为宗爱是个宦官 便未加防范 殊不知宗爱已经在宫中设下埋伏 待薛提三人进入宫中 就将他们悉数诛杀 一同被杀的还有前来夺位的秦王拓跋汉 宗爱身为宦官 凭借一己之力 几乎将拓跋涛祖孙三代团灭 可见宦官得宠会给国家带来多大的灾难 随后宗爱拥立拓跋渔称帝 拓跋渔继位后投桃报李 提拔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 诸度中外诸君士 并加封为平义王 由于拓跋渔在朝中没有根基 为了收买人心 他打开国库将钱财散给大臣 以此来获得大臣们的支持 拓跋于此举让北魏国库迅速被掏空 当拓跋涛的死讯传到宋文帝的耳朵后 他觉得此时是北伐的好时机 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北伐事宜 对此一些大臣表示 上一次卫军来袭让留宋国内满目疮痍 至今没有恢复 当务之急是修生养息 不能大动干戈 但宋文帝不听劝阻 执意要北伐 公元452年5月 宋文帝下令兵分三路 正式讨伐北魏 此番宋文帝志在必得 想一举收复中原 自从谭道祭死后 留宋国内将才凋零 能聚显而守的将军倒是有一些 但有能力主动出击攻城掠地的大将几乎没有 反观北魏这边 拓跋涛的去世并未打乱军队体系 能征善战的将军大有人在 面对留宋军队主动来讨 魏军以义带劳轻松应对 加之宋军劳实远征 粮草方面不断吃紧 最终这次北伐以失利告终 公元452年9月 随着宋文帝下令撤军 他的第三次北伐宣告失败 此时的宋文帝已经45岁 体弱多病的他撑到现在已经非常不容易 此次北伐失败对他打击颇大 然而宋文帝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 就在他一心想收复中原之时 宫廷内部的矛盾开始逐渐爆发 太子刘少的母亲元皇后 本来非常受宋文帝宠爱 后来潘淑妃的出现让元皇后备受冷落 在刘少18岁那年 元皇后含恨离世 为此刘少十分怨恨潘淑妃 以及她的儿子刘迅 刘迅害怕刘少登基后对杀害自己 便主动与之交好 时常在刘少面前驱迎奉证讨她欢心 久而久之 刘少放下了对刘迅的敌意 两人结成了政治联盟 南北朝是一个非常崇尚迷信的时代 刘少和刘迅在东阳公主刘英娥的引荐下 认识了一位名叫严道玉的巫婆 严道玉自称法力无边 刘少等人对此深信不疑 并将她接到公主府邸居住 宋文帝得知刘少 刘迅豢养巫婆的事情后 把他们二人训斥了一顿 刘少感到害怕 便请严道玉做法诅咒宋文帝 一同参与刘少诅咒宋文帝的 还有东阳公主的婢女王英武 公主家奴陈天宇和宦官陈庆国 不久后 东阳公主去世 王英武只能出嫁 为了防止诅咒宋文帝一事泄露 刘少将王英武安排给自己的好友 审怀远为妾 王英武曾经和陈天宇有过私情 他担心陈天宇在外乱嚼舌根 影响他的婚姻 便委托刘少杀掉陈天宇 刘少随后派人将其灭口 宦官陈庆国以为刘少杀害陈天宇 是为了掩盖诅咒宋文帝一事 为了自保 他主动向宋文帝坦白了此事 宋文帝听后大怒 他本想将刘少 刘迅二人治罪 最后碍于父子之情 便饶恕了他们 但为了让刘少改过自新 他下令前去捉拿巫婆严道玉 刘迅为了保护严道玉 将他偷偷带到健康 藏在了宋文帝眼皮子底下 公元453年正月 有人将刘迅私藏 严道玉一事 举报给了宋文帝 宋文帝听后怒不可遏 他对刘少 刘迅大失所望 遂决定废掉刘少 让刘迅自裁 在正式决定废掉太子之前 宋文帝召上书蒲叶徐湛之 吏部上书江湛和世中王僧硕 前来商讨策立太子一事 按照长幼继承顺序 宋文帝的三儿子刘俊最应该继位 但宋文帝不喜欢刘俊 对此 江湛推举宋文帝的四儿子刘朔为太子 因为刘朔的正妃是江湛的亲妹妹 而徐湛之则推举宋文帝六儿子刘弹 因为刘弹的正妃是徐湛之的妹妹 而宋文帝本人则倾向于七儿子刘洪 一连商量了几天 宋文帝都未与三位大臣达成一致 商量费力太子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 宋文帝每次召集他们三人前来商讨的时候 都会格外小心 防止消息走漏 形势如此谨慎小心的宋文帝却做了一件荒唐事 他居然将费力太子一事告诉了潘淑妃 潘淑妃得知 宋文帝因为豢养巫婆一事 准备费力太子后大惊 因为他的儿子刘迅也参与了此事 如果刘少被废 刘迅也会受到牵连 爱子心切的潘淑妃将此事告诉了刘迅 刘迅又第一时间告诉了刘少 刘少得知此事后惊出一身冷汗 为了自保 他打算先下手为强杀掉宋文帝 当年二月的一个晚上 刘少召集长使萧斌和左卫袁淑等人商讨反叛一事 萧斌碍于刑事勉强答应 而袁淑不愿意反叛 被刘少杀死 第二天晚上 刘少以入宫评判的名义 带着太子卫队强行闯入宫中 此时 宋文帝正和徐湛之商讨费力之事 刘少的心腹张超之冲到宋文帝面前乱刀将其砍死 徐湛之也未能幸免 随后 刘少又将现场的人悉数诛杀 刘迅的母亲潘淑妃也死在乱刀之中 对此 刘迅并未感到悲伤 因为潘淑妃不死 刘少肯定不会放过他 杀掉宋文帝后 其他大臣尚且不知情 刘少以宋文帝的名义下诏 让大将军刘义公和尚书和尚之入宫 随后将他们软禁 随后 刘少召集文武百官前来朝拜 但仅有几十个人前来 刘少在大臣面前宣称徐湛之和江湛试图谋反 他率人入宫平叛 在他到达之前 宋文帝已经被杀 说到洞情处 刘少潜然泪下 一旁的王僧措则心知肚明 由于刘少不知道王僧措参与过费力仪式 不仅没有诛杀他 还封他为利部尚书 后来 刘少发现了王僧措给宋文帝的奏表中 谈到过费力仪式 便诬陷他联合其他王室宗亲谋反 随后将其诛杀 刘少登基后不久 他的一个亲信担心受到猜忌 离开他前去投奔驻守五州的武灵王刘俊 此时 大将陈庆之恰巧在刘俊府上做客 便得知了刘少侍父夺位仪式 不过 沈庆之当场并未表达态度 随后便离开了刘俊府邸 刘少不知道手握重兵沈庆之已经知道内情 他写信让沈庆之杀掉刘俊 事成之后给予重赏 沈庆之收到信件后直奔刘俊府邸 不过他并不是前来杀刘俊 而是帮他入京夺回皇位 随后 在沈庆之的斡旋下 襄阳太守柳元景等人 也加入了刘俊的队伍 他们发布席文控诉刘少侍军的罪行 号召大家共同讨伐刘少 此席文一出 驻守各地的刘氏王爷纷纷响应 刘俊率领大军直奔建康 一路上畅通无阻 刘少眼见大事不妙 虽将将士们留在京城的家眷 全部杀死来泄愤 刘一公的十二个儿子悉数被杀 刘一公则趁乱逃出了建康 前往投奔刘俊 刘一公见到刘俊后 力劝他称帝 随后刘俊在军中称帝 史称宋孝武帝 刘俊称帝后继续率领大军 往建康进发 此时建康城内一片混乱 大臣们纷纷爬出城墙 向刘俊投降 后来刘俊攻进攻中 张智和刘一公将刘少抓获 带到刘俊面前 为了寻求谅解 刘少主动交代传国玉玺 放在巫婆严道玉那里 希望能得到刘放保全性命 刘俊命人将严道玉和王英武抓来 当场杀死 随后当着刘少的面 杀死了他四个儿子 此时的刘少已经崩溃 他仰天长叹 没想到刘氏皇族同事 操戈到这个程度 随后被诛杀 刘少死后 刘迅连同他三个儿子也被杀 刘少作为此次 同事操戈的始作俑者 他不但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也为刘氏皇族 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河 自此之后 刘宋皇帝屠戮宗亲 变成了家常便饭 皇帝们霍乱宫廷的程度 一个比一个更甚 此次刘少作乱 也彻底动摇了刘宋政权的根基 使得国家日渐衰弱 华夏大帝即将被带入 无比荒唐的时期 二ead 雷复